今天的第一位邱志士 从小就很喜欢舞蹈 然后没有条件去上一些 专业的舞蹈学校 自己呢就偷偷地学习一下 现在主要兼职 做一名舞蹈瑜伽老师 我是虽然说不是 正儿八点课班学这个的 但是他们都会觉得 我比较专业 能得到称赞 我特别高兴 佐荣31岁 四川人本科 山东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专业 大家好 我叫佐荣 我来自四川绵羊 毕业于河北成德 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旅游和酒店管理 韩寿了山东工商管理学院的 工商管理 后来因为一直酷爱舞蹈和音乐 又去了北京舞蹈学院 学习了舞蹈编导 自学了吉他 先后做过餐厅服务员 行政文员 房地产销售 KTV服务员 当过歌手 夜场的舞蹈演员 和剧场的舞蹈演员 现在主要兼职做一名舞蹈 瑜伽老师 主要教授杜皮舞 民族舞 瑜伽和少儿舞蹈 今天来到这里 希望寻得一份 有关音乐 主持或者销售 或者能和人打交道的 以及各位老板觉得 我能够胜任的工作 谢谢大家 谢谢徐瑞老师 谢谢徐瑞老师 图林老师 谢谢 谢谢徐瑞老师 他说谢谢徐瑞老师 那你的推荐理由是 左荣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求职者 他本来在大学毕业以后 有一个非常相对稳定的 一个正式的职场工作 但后来发现 他热爱舞蹈 然后呢 就毅然放掉了 自己之前的酒店的工作 从头学起 并且做得不错 从一个基础的舞蹈爱好者 变成了一个舞蹈老师 但是到了31岁的时候呢 他发现好像 单纯的做舞蹈老师 这个工作呢 会显得有点风雨飘摇 有点被动 所以重新打算 回到职场当中 所以得支持一下 刚才说你很浪漫 那你不务实了 我觉得刚刚毕业的时候 的确不太务实吧 你知道我问的意思 我是说浪漫的人 多多少少 在务实的过程当中 一定不会耽误 自己的感情生活 可是我却耽误了 出过一个男朋友 上一任 旧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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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谈了五年 五年 我觉得还是他不够浪漫吧 我觉得他对我太好了 可能 他是不是比你大 比我大 九岁 九岁 所以他不够浪漫 其实我不是很在意 他这个浪漫浪漫 主要是 他发皮记的时候 好凶啊 我很害怕 我觉得跟他在一起谈恋爱 完全是大人对小孩的感觉 不是公平的感觉 比方说聊到大家 谈了五年的话题 大家都应该谈到结婚的问题了 对 这种敏感的话题 我觉得跟他交流比较有障碍 而且我会担心 未来的以后 能不能还死尽 他那个跟他在一起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我觉得有问题啊 你今年三十一岁 他今年应该四十岁了 四十岁的男人还不结婚 我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 就是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他真的是单身吗 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离异 蔡玉 你这不像只谈过一次的 哪有第一次就找一结婚的 我也不知道他是离异的 他后来才告诉我他离异的 所以说你承认在这五年的了解过程当中 其实你对他还是不够仔细 对对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体现出来 这个女孩子挺直性子 而且呢 在谈起过往的时候 她很感伤 眼睛里也有眼泪 但是呢 你似乎不太懂得 关键的时候 要铁石柔情 可能以前没有爱过吧 不懂得什么叫爱 要点纸吗 不用了 不用了 那就不给 好吧 接下来来说说你的职业 你大专学的是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 对 旅游酒店管理 你毕业之后是在哪工作呢 第一份工作 正规的工作是我应聘到了 北京希尔顿饭店 也是当那个大厂妈的服务生 然后后来又去 后来又去考了北京电影学院 没考上 对对对 莫名其妙会去考北影呢 你是一个 那个时候可能 可能自己不认为自己好看 别人说的多了 就认为自己真的好看了 那就去试一下吧 什么时候开始跳舞 跳舞就是08年以后 那个时候我在学外语 一个旁边一个学英语的一个女孩 一个女生 她长得很好看 然后一问她 她是跳舞的 然后呢就去她工作室看了一眼 然后看了一眼 我就觉得很好 然后从那里就开始喜欢上舞 跳什么舞啊 肚皮舞 那后来就以跳舞为生了 后来就对 主要以交跳舞 收入不是很稳定 就是感觉就是 不像一个正规职业嘛 所以 而且没有发展前景 所以又回到了当初做服务员的时候了 对 我现在又开始回到了原点了 那你今天来应聘 为什么想应聘歌手主持呢 就是 我是想尝试一下新的职业吧 而且我从小特别喜欢唱歌 可能唱得虽然说不是特别的好吧 但次我感觉超好 所以说又想让别人验证一次 就是你不断地要需要别人的评价 来认可你的价值 有一点 对 但特别人说我觉得那个问题非常关键 因为如果她心里头还揣着一个艺人梦的话 她是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进入到直上的 我还真不觉得她是揣着艺人梦 对 她始终找不到自己是谁 左荣是一个典型的靠颜值 没有想清楚自己在职场中定位的一个人 他到31了 他还没有给自己清晰的定位 我们从心理认知心理上讲 就是他缺少知知能力 待会儿会进入到天上我有才 在进入天上我有才之前 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就目前而言 你所审视的这12位老板 他对你的态度 对你的目光 对你的提问 你觉得 第一轮谁会给你留灯 谁不会给你留灯 我觉得他们没有理由要讨厌我 应该都会留灯的 都会留灯 对的 原因是没有理由讨厌你 对 但是问题是今天 他们为什么要拒绝看下一个才艺演示呢 其实这就是他的回答 第一轮选择去获勒 还有八盏灯 好 我觉得其实我有很多闪光点 很多好的方面 我觉得我都没有让大家看到 以至于第一场居然都会熄灭那么多灯 就他们可能认为我比较 太太过于自信了吗 其实老师我昨晚一宿没睡 你看你看啊 当遇上问题的时候 当我甜美的笑容不起作用的时候 我就开始找理由 不是因为我是很重视这次的 昨天通知本来比较晚 什么都没准备 然后回家 然后就是 你几点钟睡的 什么都没准备 很重视 这太矛盾了 我问你天生我有才 你到底有没有准备想要跳舞 有没有 有准备 那为什么没有音乐 没有PPT 因为我的电脑已经很久没用了 坏了 然后我现在都用iFi了 所以你很久没学习了吗 然后我打电话 我问这儿的那个编导 然后他说这边可以下载 然后结果来到这边 没有上不了网 所以怪谁呢 所以怪谁呢 所以还是自己没准备好吗 还是没准备好吗 所以我们说了 你这女孩子不错不坏 但是关键是 你要理清自己的思绪嘛 什么女人漂亮没错 但就怕漂亮又无知 美丽也好 无知也好也没错 就怕又美丽又无知 还任性 那就更晚了 对吧 别电无任性的俩子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样 我们一眼上来 这个女生很漂亮 后来交流的过程当中 发现她一无所知 一无所知 她承认一无所知也就算了 最后我们发现她居然任性 一个女性应该是美丽善良有梦想 这三者都不可或缺 我觉得佐容呢 应该首先更多的是增强一种自我认知 从她的逻辑 情感 以及她的意志力方面增强自己 我是非常重视这一次 准备了没有 可以展现吗 现在 没有音乐可以展现吗 可以有音乐 可以有音乐吗 有音乐是吧 对 你们给他们准备的音乐 赶快谢谢我们的DJ老师 要不然的话你没法准备 因为我已经给老师商量了 我来的时候 什么 谢谢老师 所以你也要谢谢老师 你商量了你也得谢谢DJ老师 要不然的话你无法呈现呢 对不对 我们没准备也就算了 基本的礼貌不应该有吗 你谢谢音乐老师 正式地谢谢你的DJ 他救了你 你知道吗 谢谢老师 谢谢 可以开始了吗 还是要换衣服 来 赶快去换衣服吧 我觉得这选手 真是一个奇葩 因为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我们在这个选手身上 我们做了各个角度的挖掘 什么都挖不出来 我认为这种宫主病 真的不要再出现在 任何选手身上 我平常练功的衣服来的 你不是肚皮舞吗 因为这样换得快一些吗 来 音姐 老师说换得快一些 可以请尹老师来吗 来 或者曾花你要一起吗 这是曾老师 来来来来 曾花和思敏让你拉起吗 来来来 我们做个女子拿到队吧 可以啊 对 就学简单一点的好吗 我会陪你我把鞋子 谢谢老师 没关系 小心你的袜子 没关系 有点会伤到脚 曾老师 别拖了 都长得很漂亮 跳舞的人最美 我们学简单的远动作 看 首先是舌行手臂啊 柔臂向琴走 看 同手同脚 右手向前 右手 右脚 左手 左脚 右手 右脚 第四步的时候 抬左脚向上 双手同时向上 然后第五拍转一圈 然后手是对 手腕交叉 然后打开 顶胯两次 一 二 然后转圈再回来 可以吗 然后我们再去下一个 八拍动作好不好 看 右脚向前 右 左右 然后顶胯两次 上 上顶胯两次 然后圆胯转两次 五 六 转到侧面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一 一 一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说一下教学成果 来 把华董拿华董说话 其实我还真觉得 刚才在他教的过程当中 他在我的心里有印象分加分 就是 拿加分了 因为我觉得他很 首先他很贴心 他一直在提醒大家不要 穿高跟鞋要注意 然后光脚不要那个伤到脚 然后呢他在做动作的时候 他也会照顾到我们每一个人 我觉得他最棒的一点 就是他有共鸣 跟所有学生有共鸣 就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第二个做老师一定要有耐心 他说了一句话 转身说 跳舞的女人都最美丽 这句话我觉得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虽然我跳得不好 可是我觉得我愿意跟这样的老师学 因此总容 我给你一个建议 真的舞台有很多种 其实一位好的讲师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舞台上的主导者 好吗 来 徐瑞 其实我也对你改观了 就是你教完这一段以后 我觉得 虽然我不会招你做我的员工 但是我会推荐我太太 跟你学习肚皮舞 对 我觉得你当老师 谢谢老师 其实他所有的表现 不光是回答职场问题 解析自己 还是表演 他都很真 很真实 但是我们这样看下来 其实你自己最 享受的那个状态 是跳舞的时候 任何其他的时候 都不如你跳舞的时候 那么自信 对 我觉得首先 那佐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子 从她进来的第一步 你看她的眼神开始 我们就能看出 其实跟我看到 往期当中 你看到其他选手的眼神就不一样 她有一种 她有一种独特的 祥林嫂 和杨贵妃之间的混合的颜色 你看你看你看 你就已经有了深层次的认识了 她眼神当中有直接 有温柔 也有祥林嫂的悲悯 所以啊 其实刚刚张萌讲的就是 可能她身上所拥有的独特的魅力 不是职业感 而是作为女性的一种 我知道了 打动人的东西 我知道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她的眼神 红颜 后面还有两字 我就不说了 我不说了 第二轮选择去活力 还有五盏灯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线的职位 从靳言开始 我们公司这个程序员比较多 然后这个 这个男生也比较多 然后大家其实也都是 也希望公司里面有个女神 所以你需要还是他们需要 因为对我来说 我还有出来的机会 对他们来说 他们只有 你给他们关起来了 没有没有 他们在公司里边去携带嘛 所以我觉得 你出来干嘛 你还有出来的机会 我出来给他们去找女神 原来你在 原来你在你们公司是干这个的 所以我一定要去找一位 特别温柔不生气 能跟我们的程序员在一起的一位 程序员的鼓励师 靳言你是阴人涉岗 还是有这个岗位 他是阴言涉岗 阴脸涉岗 阴脸涉岗 金星提供你的岗位 其实我觉得你不适合做那种 强度非常大 或者非常有挑战的工作 所以我给你的工作岗位呢 是新阳网的这个客服的工作 来 王建益 那么我给你的一个岗位呢 很有意思 可能也是第一次听说过 是我们品牌营销中心的首席生日观 是用来做什么呢 各种生日庆祝场景 然后的这种设置 那包括跟我们的客户 客人一起来做生日的这种庆祝 来 周四敏 我们每一年要有30到50场的 公益全国巡回演讲 很多人喜欢舞台 可以成就这个梦 我不是歌手 我不是主持人 我不是舞蹈演员 我可以站在舞台上 你可以成为讲师啊 未来有机会 我今天就给你一个 很适合你的职位 好不好 左容你多关注一下 还可以前台 谢谢周老师 以以往的舞台经验来看 对于一个内心 对自己没有精准判断的选手 你对他任何的鼓励 到最后变成牛头不对麻醉 你的努力会白费 你待会儿看着 来 叶子龙 我给你的工作岗位呢 是我们的客户的服务专员 专门去服务于我们的患者 所以呢 我觉得这岗位特别适合你 舞展灯当中灭掉三盏流行 谢谢老师 有请王建益 周四敏 谈前不上感情 请揭晓 我想问一下老师 这个工作是 一个礼拜休几天啊 休两天 然后那个假 我可以就是灵活一下吗 灵活一点 那个休息时间吗 你为什么要灵活呢 因为我还想坚持教舞蹈啊 比方说我周一周三休一个礼拜也是休息两天 可以吗 这个会比较难 因为你不教课的时候 但是这时候很多我们的摄影组或者其他的可能都下班了 丑龙我觉得你现在要找一份工作 你应该非常认真的态度去对待 我尽量争取一下吗 那这可能有 这种态度 他就是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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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觉得我接受不了 如果要周四敏的话 我现在要齐全 祖荣 我觉得你有要求没有关系啊 对 你可以提出要求 我只是问一下吗 是 可以提出要求 但我现在要跟你讲一个 你现在找的一份是正规的正职的工作 而不是兼职 那么你这个要求 如果正常 比如说我跟陈总我们都是周六周日休息 这没有问题 但是你说偶尔有件事情调可以 但是你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 让我觉得很质疑 我是很欣赏你 我觉得你很有能力 是我想要的综合素质 可是到现在我觉得有一点 我的预言成真啊 来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老师 可以给点建议吗 徐老师 四敏文化 爱地宝 或者是谢谢再见 请问你的选择是 徐老师选哪 请问你的选择是 老师我有犹豫 你的选择是 选择 你的女神 你的选择是 爱地宝 或者是谢谢再见 请尊重我们的比赛规则 和所有观众们的等待 这不是你的私人时间 你的选择是 你们俩想想想再说吧 你们俩想走吗 我可以走吗 不可以 如果你再见 我再倒数五个数 如果你再不选择 我认为你是谢谢再见 五 四 三 二 一 你的选择 谢谢 再见 谢谢 再见 好 谢谢 他还是想回去跳舞的 四敏文化 你可能此时此刻真的很难选择 对不起 我真的绝对浪费了大家的时间 对啊 我真的很抱歉 我觉得我今天没戴眼镜 对不起 选手有权利谢谢再见 难道企业没有权利谢谢再见吗 对吗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没有权利选择 规则上他们是被动选择 他们真是被选的 这是规则 但说实话 各位老板 最后半场 我觉得真的是 我们完全缺乏了一个 最起码的一个职场的一个标准 好像是硬塞一个工作在这 我觉得 让我很失望很多老板 快结束吧 你现在给人的感觉 就是一个不愿意长大的孩子 其实在我看来 你缺乏独立的人格 你缺乏独立的思考 独立的判断 独立的主张 所以你总是在人生中处于被动 犹豫不决 一个 一个被动的人 在爱情中 他也是被动的 所以当你如此的 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弱的状态下 你只能找一个温室 有人 无怨无悔地疼爱你一辈子 谢谢你 说下我的感受吧 虽然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你很温柔 你很美 但是当你满面酬容 难以选择的时候 我早已万念俱灰 谢谢你 再见 谢谢 希望你一路走 因为我是一个 尹峰说的也很对 没有很主见的人 我因为 我身边需要一个 包括以前的男朋友 他也是一个很主见的人 所以跟他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我觉得也是因为 他能给我拿一些主意吧 所以 所以今天我 我不是不想选择 我真的是有选择 选择这个困难症 他虽然走了 但我依然要说 他很真实 只是真实的 让我们很无奈